足根痛我们也称为质筋膜炎 它在临床上的表现主要是疼痛、肿胀 还有局部的骨堆真声 我们通过X线片就能看见局部的骨堆真声 我们通过磁共振的检查 我们就能看见足底筋膜的炎症以及水肿 我们在治疗上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休息以及穿软鞋 第二可以口服一些非载体类的消炎药 比如说封闭德或者是塞莱西部 第三我们可以先做一些理疗 比如说红外线照射烤灯或者是热敷 第三点我们可以做一些适当的功能锻炼 通过以上方法 我们可以将痛根症的症状基本消除